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 其实想找回工饭 不想夹在女友和我妈妈中间 去到西餐厅我偏偏想吃中餐 过多几年忽然我变了个中間 看看夹不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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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ry 陳日君 Miss Winnie Ip Cary Rematch 好 来到星期五 應該星期六了 凌晨1點06分 想說Happy Friday 怎料不是Saturday 氣氛可以繼續Happy 當然 破紀錄 從來未試過凌晨1點開米 你有沒有試過 沒有 現在 現在 我們都想說說 各位大家好 來到We Match的第二集 沒錯 為何這麼晚 當然很想承接著Edmond的恐怖在線 各位朋友可能覺得 未夠猶豫 煮一轉口味 還有我們了解到 其實 如果你正在找工作 或者正在待業中 通常 星期五都很痛苦 睡不著 為什麼呢 別人去玩 你又看看荷包 看看前景 玩又不是玩得十分高興 對嗎 真的 你沒有蚊子 就不會玩得十分高興 好像我們今天 一會兒的嘉賓也是這樣說 對 而且 很多時候很有趣 你發覺待業的朋友 晚上是特別精神的 因為休息人家上班 他正在睡覺 我們聊到星期五晚 這些時刻 迷迷惘惘的 不宜聽一下We Match 幫到你 對 今天我們有個嘉賓 真的嗎 強勁 強勁 上個星期上一集 三位高財生 但是收入或者現時工作地位比較低 今天這位朋友相當傳奇性 出了報紙 報紙可以展示一下 對 先展示一下報紙 報紙報道過他 投考空少 二十多次 陳永樂 兒子 女敗女戰 二百人追逐 港龍 非常猛 OK 其實 作為空中少爺 我剛才跟他談過 他是同一間公司 現在香港很大間航空公司 他是進入了九次或者十次 不同的報紙 但如果同一個報紙 他是進入了六次 這位 我想整個新聞 除了大家 小明人知道 他是六叔的兒子之外 我想 比較少是在一個範疇 就是這個 航空事業 和不同崗位 旅敗旅戰到今天 是 不過 你看到報道 其實 他一直以來 職場上的待遇 制遇 或者人制 並不是那麼理想 是 還有我們看到一件事 就是 有如我們這個節目 有一個其中的宗旨 就是說 其實他不太知道 自己的褲鏈 什麼時候忘記了 我們經常比喻這件事 出家其實沒有褲鏈 都沒有人告訴你 有沒有人告訴你 為什麼 有沒有人跟你說過什麼時候 有沒有跟你說過現況 其實他都好像有這個問題 我們之前 今天 已經差不多11點鬆一點 就已經在電台 首先他也跟上次幾位一樣 很準時就來到 很感受 我們都聊天 聊了很多 心努力情 家庭或者成長 但主要我們今晚 都是專注於他的職業 即職業發展 美斯博想問你 剛才你都用了很仔細的時間 用皮文看了他 不如我們用一點時間 說說其實他是怎樣 Morris 英文名 Morris Morris Graph 都是非常漂亮的 我們說普遍人的 老細胞量是90至140 他是去到300多 都是思想複雜 沒錯思想非常複雜 但是他最特別就是 他是老虎 老虎 即是說 老虎可不可以展示一下 老虎是比較探索精神 自我中心 以及一些目標主導 即是喜歡自己發現東西 是的 是的 還有我們說一些不好聽的就是 固執、硬頸 比較喜歡自己領略 不是說你說我就聽 那一隻 ok 除了我們以一個 我知道 其實 我說說看著你有點害怕 對 因為我是老虎 沒錯 哎呀 糟了 不要說這麼不好的事 再來護你 其實除了我們以大路方式 因為這個分類 都是佔 我想沒有10% 整個皮文的分析 其實可不可以深入淺出一點 其實一語中的 不如你看完Morris 即是六叔的兒子 其實他是怎樣的呢 嗯 他主導性很強 他很想把自己的思想 放在你身上 即是放在別人身上 嗯 即是說 你要聽他的那一套 沒錯 那又不聽別人說話 嗯 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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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會大家就會感受到 ok 還有呢 這個是他最大的 強 但也是他不好的地方 嗯 嗯 那左右腦的細胞量 平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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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最要提升的區域是什麼 反而很得意 他最不厲害的是 手指靈活程度 不厲害的 還有運動 ok 現在再問一下他 是 手指靈活程度 做空中少爺也要 是的 要應付氣流 很弱的 很弱的 而且他貪靈那方面 是比較弱的 那待會留意一下 他的五官 但是這種人 剛才我們說過 這麼動機道向 即是我要的東西 我很想告訴你 或者我想把我的思想 就這樣 這種人的好處就是 他這麼動機道向 他有什麼不行 都會搞定 他想辦法 總之是要搞定 而且他有一件事 就是引力非常之高 他引力是排到 整個Graph的第二位 那第一位呢 第一位是他的社交技能 ok 嘩 這件事一聽起來 相當諷刺 是的 即是他旅敗旅戰 都是因為他的職場祭遇 這也關於你的社交技能 是否太多呢 是否太利呢 或是否根本拿捏不到 但很有趣 在皮文中 他最強的第一位 就是社交技能 是 那怎麼辦 是 但我們要看他的平衡點 因為他的社交技能 那麼強 但他想別人聽他說話 那個都是叮噹碼頭 都是很強 ok 即是一個新朋友 埋了來 即是社交技能 開頭 不過剩下下來的幾十分鐘 甚至一小時 都是他說 沒錯 然後你不想說的時候 他引力很高 不要走 不要走 就是這樣 說啊 聽啊 我還沒說完 繼續吧 這樣 這麼難搞 這個就是 你說有好又不好 通常人都是有這樣的情況 但去到老虎那些 不是很容易聽的 待會看看教練你的功力 是這樣散我幫忙 ok 今天我們作為這位嘉賓 其實之前都跟他有很多訊息 和聊天 我們都是一個朋友 他有一個身份 今晚我們都很想幫到他 我想最大的價值上是 聽到看到多一點自己 始終他在報章出了的時候 很單向的 即是可能一些 讀者看完之後 有意見等等 未必可以交到給他 是不是 還有剛才聽他說 其實他見到這麼多份工 跟我們之前說 在職場上遇到的情況一樣 就是 這麼多艘船艦 或者見到這麼多份工 沒有人會告訴他 什麼事 只有一間公司 曾經跟他說過 待會可以讓他自己說一說 ok 還有外國的 待會我們可以給他一些 feedback 今天我們都會開放電話 各位觀眾 各位聽眾朋友 如果你想對Morris Chan 六叔的小姐姐 待會有些你留意到的過程 各樣東西 你想問 或者有些你覺得很精靜的說話 有些留言 對 有心悟的話 歡迎你 我們今晚都會選到一位朋友 最好的問題 上個星期未選到 這樣 還有稍後時間 我們今晚都會有些新的工作 有新的 posting 待會有一位美女 就會進來跟我們講一講 都很清晰的 有了薪水 有了大約的公司 有了薪水 工作項目 好 稍後回來 馬上邀請今晚我們的嘉賓 好 那我想問一下今天 是不是可以封閉的 可以封閉 如果我們有機會 安排到時間 就跟她做個interview 是啊 所以大家黏著一路落 好嗎 去到兩點半 OK 好 好 開放簡單 好了 說時遲那時快 歡迎你 Morris 是 我想問一下你 其實你是不是第一次 就是之前見到 你上過報紙 那你是不是第一次 可以來到電台的平台 接受訪問 是啊 沒錯 第一次 爸爸知道嗎 有說過給他聽 有說過給他聽 我們要對咪的 好 有說過給他聽 剛剛我們看到那個報道 你爸爸有名 有名譽 古壇六叔 有沒有不開心 看到這個報道關於你 我嗎 我不是 我沒有不開心 你爸爸 我爸爸 有的 不過 初初當然覺得我這樣做是很過份 因為他一向都不喜歡我這樣 告訴別人我爸爸是誰 但只要看了內容之後 其實也不是捨得我很壞 捨得我也挺好 那OK 就是這樣 不過他們兩位始終都不是支持我做這件事 你說寫得你挺好嗎 好在哪裏 你說報紙 不是寫得我很好 不是寫得我很壞 他說不是很支持你做什麼 不是很支持我 做N1還是做Interview 不是不支持我去上鏡子 上電視之類的事 做太多公開的事 你有想過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是有一樣的 我家人是比較低調的 還有我爸爸也是很重視自己的聲譽 這個我也明白的 很正常 所以變成了他很擔心很多言言言 很多gossip 讓別人知道 如果人們覺得我負面 對我負面的感覺 就會影響到他 但我想說 剛才在外面其實我有想 其實這個 他說我爸爸是事實 我應該是為我爸爸有這樣的成就 而值得驕傲 為什麼我爸爸一直都不想讓人知道 我是他兒子還是什麼 因為他對我沒有信心 覺得我會弄到他壞的reputation 夠厲害吧 既然是這樣 我做一樣是好的 令到他對我有信心 讓人知道我是他的兒子 都是一樣很光彩的事 為什麼要去隱瞞呢 例如別人問我你爸爸是做什麼的 或者你爸爸是不是誰 我是不是需要跟他說我不是 這個是我很明自然純地說是 是不是 反而你坦白是最重要的 如果別人本身知道你爸爸是誰 你專門想隱瞞 你告訴他 不是啊 誰告訴你 不是啊 反而更壞 你是啊 不過我告訴你 是他是我爸爸 我也覺得我爸爸很厲害 這樣 OK啊 我覺得這樣也沒問題 我們都沒有說過 對 不只你 很多人都覺得你爸爸是很厲害的 是啊 好 今天上到來 其實 都看你的報道 或者跟你聊天 你都可能遇到 百思不得其解 不知道為什麼在職場上 或者人際關係上 經常碰釘 我相信這一個 就不只是你的問題 很多人都會遇到 就算你做什麼行業 都有機會遇到這些情況 今晚我覺得可以 借用你的故事 或者你的遭遇 令到大家都可以看到你自己 或者拿到一些點子 我們今晚這個目的 除了跟你交朋友 都希望可以引領你前進 好 好嗎 那我先問你一個很認真的問題 好 因為這個問題直接 令到我們今晚這個 談談或者訪問 可不可以繼續 當然沒有問題 我想你具體和清晰回答 好 今晚完了我們的對話 其實你最想帶走的是什麼 首先我是很想 真正知道我有什麼問題 而且其實 我是真的很想 我生活覺得開心一點 其實我最好當然是我 我接下來的將來 我是達成到我的夢想 做到一份工作 長遠的工作 但是 就算可能 未必了 起碼我希望我可以 不要那麼不開心 我以為 我為了最近這件事 我每天睡醒覺 我都在想 在很不開心 我在想 有沒有人可以幫到我這件事 忘記了它 其實我知道是很難的 但是我也想嘗試 如果可以忘記了這件事 其實我以後的生活 都會很開心 我最想 我接下來的生活 每天都會很開心 我想是這樣 即是說 你想今天談完的時候 你可以知道更多自己的問題 你想開心 還有你想在工作上充實 對嗎 我這個重複就是 剛才你所說的 我想問問你 你作為 你自己人生的開心定義是什麼 簡單清晰 開心 開心 最開心就是 做到一件自己想做的事情 好的 你所說的工作 是 那你想做的工作 是什麼呢 我想做這個 航空服務業 航空服務業 是 有沒有一些特別的情意 令到你屢敗屢戰 那麼想 對 航空業有什麼吸引你 對 想得那麼厲害 你是不是在高的氣流上 個人特別爽 應該這樣說 首先 航空業是一定對到不同角色的客人 不一定航空業 酒店業也可以 傳媒業也可以 沒錯 翻譯業也可以 不過這樣 航空服務業 在香港這邊 你是代表航空服務客 我承認 我都對航空這方面 是很有興趣的 為什麼呢 因為 除了我剛才說 對到不同的 航空服務員 是從世界各地 用到我的語言 學了一些外語 還有還有一件事 就是 在香港這邊 例如香港機場 是世界上少數而繁忙 我是一個很 難聽說 我很怕悶 我很想有些 不停地很忙 會遇到很多不同的工作 航空業是最遇到很多挑戰的 例如機場延遲 或者機場延遲 航空業 如果你能夠處理客人 你能夠幫助客人 這種成功感 其他的業務 都會拿不到 就算是地勤 或者你在飛機上 做航空服務員 你在飛機上 那些客人 是信賴你 去確保自己的安全 你是代表那間空師 去服務客人 給客人對你有信心 這是一件很威風的事 很值得尊重的 你是否穿著航空服 代表那間航空服 去有一個享受 去服務客人 這件事是我最喜歡的 還有之餘當然 我和這份工作是不會悶 因為你每天做的事 都會很不一樣 而且很實際 我問你皺眉 你皺眉 那你先說吧 我不想你的皺眉太深 他講的挑戰 我想說我這份工作都有 很多都有 我也相信 我不是很連繫到 我都不是很連繫到 譬如 Gary 的工作都是這樣的 我相信很多聽眾或者觀眾 都知道他的工作 是要面對很多人 或者是很有挑戰 也要很高難度去應對一些客人的要求 是不是 我記得你剛才說的 我稍後再回到你剛才的答案 不過我想問一問 我想我再講一點的講解 其實 Morris 是這樣的 他很瘋狂 或者很進入這個航空業 你看過多少次工作 很多次 二十多次 剛剛是被芬蘭航空聘請了 我要講講他的背景 因為很多人不明白 以為你不去做地勤 其實你去見過二十多次工 在香港港龍國泰 你都見過一整十多次 但是都不成功 甚至不只是空中少爺 當然空中少爺就是你最想做的那份 但是其他你都殺了 因為你簡直是對整個板塊 Air Lines 是絕對投入這樣 對不對 是 不過現在地勤我都覺得很好做 我 我 我 是啊 因為其實如果你不是說 總之進入到Air Lines 你就很開心 是 唯一一個分別只不過是地勤 你沒有這個 沒有得到處飛 但其實我也覺得是很好做的 你看到我的工作經驗 那些都是地勤工作 多些 但是Morris遇到的問題 就是二十多次的建工 都是失敗居多 我直接不要介意 Morris 甚至最近一次被取錄 去芬蘭 已經被人傳送去做訓練的時候 一個星期 一個星期不夠 就被人打回來 又遇到一些跟同事 get along不了等等 很多人際溝通上的問題 是 很錯牌了 看到他現在都馬上看樣子 雖然是笑的 所以他很想很開心 就是這樣 所以很想很開心的工作 我想如果全部工作都不行 但Air Line提供一份 即是駕駛的車 運送那些工具 那些工具 你做不做 那些 都是Air Line的 送行李 我說真的 我有考慮過 大致 但是 你做不做 你回答我很簡單 做還是不做 即是甚麼都不理會 但有一份 如果他聘請我 那我會做的 你看一下 我沒有說那份工作有甚麼問題 只不過看到他的意向非常厲害 這種就是那個精神 但我想問一下 為何你會做 是不是因為想著有一天 他都有可能可以內部轉職 即是你死都先踩一腳進去 但我又聽不到 你對特別哪個航空公司 是很… 很喜歡 即是我曾經問過一些朋友 就是他想入行業 但其實他的行業不是最主要 他想入行業的公司 因為覺得那間公司是一個品牌 他覺得進去就 哇 真正 我曾經做過 我又聽不到你跟哪間有這個掛 不是 我不是要這件事 我是想幫到人 我是因為航空界 我看得是很了不起 那我想我最… 就算是怎樣 我可以成為航空的一份子 我對航空公司有共慶 我是幫到他 我是很著用的 即是我很想 我在航空界 我是一個很有用的人 為何你不是去考機師 你又在澳洲讀書 機師 我近時太深了 多少 我有600度 那你做LASIC 其實我有試過考一次 我也分享過 那次其實我第一關是英文 英文通過之後 他叫我 叫我做一個 Aptitude Test 那個其實就失敗了 我試過一次 即是關於你的人格態度 性格 其實就是這樣 我不是說不想向難度挑戰 我也知道機師 機師不是我主要的興趣 因為機師不是對客 第一 還有第二 機師是真的很難考的 因為他可能 他的比例是 好像考督策 如果機師聘請你 你做不做 機師聘請我 機師聘請我 我當然會做 那不就罵同仔 好 稍後回來 我問你多少 關於Airlines 這個行業的事情 沒錯 沒錯 日本有很多推理小說 現實中的犯罪事件 比小說更離奇 世界上未必有神探家的理論 但這裡有 藍秀樂 重大犯罪課 逢星期四晚10點 MMPON.TONG MMPON.TONG